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正值武汉会战期间 武汉方面还专门为日军挑衅苏军而爆发的张鼓峰之战举行了晚宴 据当时的政务处长蒋亭福回忆 出席宴会的大多数人认为张鼓峰事件是苏日开战的信号 甚至有人预言 日本财政将于9月份崩溃 国民政府明年便可还都南京 最终张鼓峰事件以苏联胜利和日本提出停战 双方签订张鼓峰停战协议而结束 因为苏军惨胜 日军以为试探出苏军的实力并不强 使得日本继续保留着北进苏联的念头 直到四年的诺门坎战役 才让日军彻底放弃北上进攻苏联计划 一起看一下当年的战场景象吧 日军稳定 是不是 同时这个城市的温暴调落 都没有尽管路 都没有尽管路 其中心是准央的 最终的电视连业 都没有尽管路 最终的电视连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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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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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